大家好 歡迎來到單車星幹線 這是一個用理論計算 告訴你運動情況的頻道 這部影片要來計算一般有氧 重訓 超慢跑還有HIIT的熱量消耗 哪一個比較多 並在最後看看空腹運動能夠消耗更多的脂肪嗎 那麼在減重或是減肥的時候 大家都是談熱量消耗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運動的熱量消耗要如何量測 那最準的就是卡路里計 直接對一個人的總熱量消耗做量測 就是把人關在一個幾乎獨立的系統裡面 然後量測裡面的氧氣還有二氧化碳的變化率 以及室內室外的溫差 最後算出卡路里的消耗 這張圖就是一個量測卡路里的示意圖 可以看到儀器所需的空間蠻大的 通常是機構才會有 那當然卡路里計很難建立跟維護 所以一般的熱量消耗會使用能量代謝儀或是氣體分析儀來做估算 那是藉由化學反應式來計算運動時的能量消耗 不過一台能量代謝儀的價錢也是要十萬至百萬 而且通常一個人是沒辦法操作的 那自行車可惜是功率計也已經發展了多年 現在也幾乎是有在練車的人家裡也有功率訓練台 一台也才幾萬塊而已 可以直接量測做工 那交耳實驗也準確的告訴你卡跟交耳的關係 所以權衡量測方便於準確度 功率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只要把運動的做工算出來再除以轉換效率 就可以知道這次運動的卡路里消耗是多少了 所以在比較熱量消耗的時候 就可以單純比較做工的多寡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重訓的做工要怎麼算 以深蹲的做工為例 如果是自由槓的話呢 槓鈴的路徑可能就不會是牽直線 所以這邊就假設動作很標準 是直上直下 那深蹲除了槓重以外呢 還有本身的重量 那當然往下蹲的時候 你也是會對槓鈴做工 但是跟站起來的時候相比是非常少的 那目前已經將此功能放到2.0計算機裡面 網址就在下方的資訊欄 讓大家連過去 左邊有個重訓做工計算機可以點選 那裡面目前也有5個動作可以算 目前是免費使用 到時再看看主機的狀況 決定是否收費 我們來看一下重訓跟有氧的熱量消耗 網路上也常常有人在吵這件事情 那先來看自行車的做工 如果是用100瓦才1小時的話 那做工就是360千焦耳 這個強度大概是 一週運動一兩次 就可以達標的強度 並沒有很困難 那麼來看一下重訓的做工 這邊假設一組是10下 然後主間休息是3分鐘 而且都做5組 那做了 項目是有這些 當然如果你能達標這個訓練量 那你應該是重訓一陣子的人了 那用前面所提到的計算機算出來 這個主數跟重量 做工只有90千焦耳而已 那人體的轉換效率約是0.24 所以一卡的熱量大概可以產生一焦耳的功 那推薦重訓減肥的人也常說 肌肉練起來就可以讓你在睡覺也燃之 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 肌肉消耗的熱量有多少 那這篇論文是利用一些方式來做量測 最後得到這個表 算出各部分的重量 還有各部分的靜止的能量消耗 那所以可以看到大家常在談的基礎代謝或是靜止的能量消耗 其實主要的這個熱量消耗都是來自於內臟 畢竟內臟的工作時間絕對是高於骨骼肌的 然後像這個心臟跟腎臟其實也都是24小時在工作 所以其實這個熱量消耗是很高的 那對於普通人來說呢身體的骨骼肌大概只佔 熱量消耗的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大概就是200到300大卡的靜止熱量消耗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重訓的做工少於有氧 那麼有氧運動的種類有分成HIT 低強度還有中強度的長時間運動 所以就來比較這三種運動的熱量消耗 那對於相同時間而言 強度越高做工就會越高 所以一般跑或是一般騎的做工 一定是高於超慢跑或是超慢騎 那這邊就來看看連續有氧還有HIT的做工 那一般來說HIT的強度至少要達到最大射氧量的強度 然後這個強度會持續一段時間 再做休息 最後重複幾組 所以就把它的功率還有時間圖畫出來 那這個曲線下的面積就是做工 那以這個HIT的例子而言呢 它的做工是322.5千焦耳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強度去踩半小時的話呢 這個 算出來的做工是333千焦耳 那當然HIT也有EPOC的效應 那這個效應會高於連續有氧 所以加上去之後呢 HIT的做工會略高於連續有氧的做工 在這個例子下 不過連續有氧的時間只要拉長 整體的做工就會比較高 所以就前面的計算來看呢 根據不同的運動時長 這幾種運動的做工排序由高到低 如果是半小時的話呢 依序就是一般的有氧 然後會大約高於HIT 那這個HIT的做工又會高於超慢跑或是輕鬆期 那最後這個 超慢跑或是輕鬆期的做工又會大於重訊 那如果是一小時的話呢 一般有氧的熱量消耗還是最高的 那HIT跟超慢跑或是輕鬆期的熱量消耗 它的 大小就會反過來 那當然最低的還是重訓 所以其實重訓跟HIT算是類似的運動型態 不過重訓的主間休息幾乎是沒有在動的 所以才會說減肥或是減重就是要少吃多動 最後來看一下空腹運動會不會消耗更多脂肪 這邊所說的空腹運動 是指晚餐到隔天早餐 中間沒有吃東西 就直接去運動 雖然這個時間有 長達半天沒有吃東西 但是晚餐吃的能量還是會被儲存起來 那這邊就將受試者分成四組 分別是不運動 然後運動時間在早餐之前 還有 午餐跟晚餐之間 跟晚餐還有睡覺之間 然後使用卡路里劑 對於能量消耗做量測 但是是不是整天都待在裡面就不清楚 至少運動的時候是有待在裡面 然後這個運動的時間還有強度都有固定下來 就連每一組的運動熱量消耗也幾乎是一樣的 並且會在攝入被運動所消耗的能量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次運動消耗了525大卡 那就會把它吃回來 所以這個實驗的控制我覺得還算嚴格 最後就來看看在這三個時間運動 所造成整天的脂肪消耗有多少 那在早餐前運動呢 脂肪在整天的消耗會提供158大卡 那如果是午餐或是晚餐的話呢 就只有提供42大卡 或是你整天不動也是這個數字 所以就實驗結果來看呢 在早餐前運動會消耗更多的脂肪 然後以 這篇論文的條件下去算呢 大概是會多消耗12克的脂肪 然後就這篇論文繼續深入 在三餐與睡前都會去量測 雞肝糖還有肝肝糖 那在睡了一晚之後呢 肝肝糖的儲量會下降 但是雞肝糖是沒有的 而做完運動後 大部分是消耗肌肉類的肝糖 所以從這兩張圖可以知道 一般的生活活動 主要是消耗肝臟內的糖 那在一早運動後呢 肝臟和肌肉中的糖都會比較少 那文中把這個現象稱為短暫的碳水缺失 也就是因為運動造成體內碳水大量分解 那跟斷食或是低碳飲食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那當身體處於這種狀態 就會讓身體去使用更多的脂肪 而脂肪的分解也需要 丙銅酸當作中介質 這個丙銅酸就是來自於 碳水的分解反應 那當然不同的運動強度 碳水與脂肪提供的能量比例也不同 在之前算過大概在50%最大攝氧量的強度的時候 會有一個最大的脂肪消耗 所以在根據剛剛的論文給的建議 也就是空腹一段時間之後呢 在做這個強度的長時間的低強度運動 對於整天的脂肪消耗會比較有幫助 那並且在強調文中所說的短暫的碳水缺少 也就是每隔12小時後 吃下一餐 並非低碳飲食 所以如果你有在做16-8斷食或是低碳飲食 能不能有這種效果 就是一個問號了 那碳水對於運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對於脂肪來說呢 脂肪也是在碳水的火焰中燃燒 所以如果你是做低碳飲食的話 能不能幫你減少脂肪又是另外一個問號了 最後來看一下之後3.0網站的一些功能 3.0網站會依照每個人的運動數據 算出個人化的運動表現 還有能力預估 那在使用前要先測出自己一分鐘最大的平均功率 以及做這個見增性測驗 那這個見增性測驗的時間還有瓦數會有網站推薦 那測完之後就會幫你算出你的 VO2的power 然後在每次騎乘中也會幫你算出 你的CP20 並利用之前測出來的VO2 power 算出在這次騎乘中 碳水還有 脂肪的攻擊比例 那讓你能對於訓練還有減肥的強度 能夠更精準的安排 那也可以利用網站計算出的數據 給出HRIT的強度 還有主速預估 那3.0網站 預計會在年底上限 那如果還有其他想看的資料或是數據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或是粉絲專頁留言 有時間且做得到的話就會回覆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